欢迎您守候在电视机前 关注今晚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 今天陪伴大家观看比赛的依然是苏东和我王涛 今天的比赛看点十足 因为这是大家梦开始的地方 这是本届杯赛的揭幕战 对准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荷兰女足 小组在阶段的比赛考验的就是双方的稳定性 需要球队能够拿出并且保持住出色的状态 才有可能最终突围成功 希望今天的比赛不会让我们失望 好球 这完全预判到了对方的意图 王涛 张瑞 多好的机会啊 可惜他没把握住 对手的球门球 吉尔洛尔德 端球阵弓 拿回了球权 双妹子 往上拿球 马腾斯拿球 球又回到了马腾斯的控制 这次的机会非常好 球进了 开场不久 他们就先把头筹 在这样早的阶段取得一球领先 能够让他们在后面的比赛中 更好的知情教练的战术意图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最后的这脚推射更是让门将鞭长莫及啊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唐嘉丽 王珊珊 中国姑娘们没能控住球 维维米的马 耐心的传导 看看能不能找到对方防线的漏洞 队友被对方死死卡住了身位啊 没有能够争到第一点 断球了 看看下面要怎么组织 不错的防守在禁区边缘挡住了打门 这是米的马 直接打门 球到了米的马这里 贝勒斯坦 门将把球扑出了危险区 上妹子往上拿球 多米尼克布拉德沃斯 球被拦了下来 这球尝试直接过顶传到防线背后 但是球传大了 手面应该没什么压力 裁判给了个扔一球 裁判向反过队员出示了黄牌 没有什么问题 这本来就是个吃牌的动作 的确 这是斯匹采 在这里重新拿回球权 非常重要的一次抢断 这是米的马 直接把球踢到了门将怀里 王珊珊 王珊珊传球也是一把好手 观众顿时沸腾起来 因为这已经进入他的射程了 一次完美的门线解围 他没有让队友失望 你要看对方球迷都已经站起来准备庆祝了 这是半路杀出个陈咬金哪 林内特 贝伦斯泰因 裁判吹停了比赛 会不会再给他一张黄牌呢 这个犯规有点鲁莽啊 不知道主裁判怎么说啊 已是染黄之人 现在裁判的决定就显得非常关键 是 这次抢断时机 进去里面对大门 这次封堵啊 太漂亮了 防止队员在正确的时间 出现在了正确的位置上 球门后面的球迷 都已经准备庆祝了 还好他反应及时将球挡住 是 角球落点在进区中间 进攻队员在进攻三区 抢出了一个机会 身边有队友上来支援了 这个球有机会啊 漂亮的拦截成功为球队夺得了球权 柳家慧能支援分叉吗 伯伯众望将双方拉回了同一起跑线 再来看看回放 这个球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它的跑位 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现在什么位置 天赋和经验均一不可 比分被扳平成了一笔 比分被扳平成了一笔 这场比赛的攻防转换真是太快了 刚才还在这场比赛的攻防转换 现在说他们这球很有希望 现在就被断球打反击了 很有威胁的传球 来看看这个角球会不会打破比分上的平衡 这球先传给了队友 这次不就不错 小球发出来又被放置队员破坏 继续发小球 皮球滑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 飞向了球门前 这个跳船很漂亮 看接下来怎么处理了 把球断了下来 裁判示意捕失两分钟 比赛还没结束 这个过顶球直接掉向了防线后面 米的马 好的 这球一进他们再次取得领先 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 这次起了一脚高球越过防线 最后是打门这一下 四两波千斤的推射 真是漂亮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1 上半场比赛在裁判的哨声中落下帷幕了 再边一声哨哨 荷兰女组比分领先 展开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唐佳丽 好抢断 就又回到了他们脚下 裁判哨响了边线球 球抢回来了 看他们接下来有什么动作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快速反击 就到了SPECI脚下 切断了对手的球路 强弹成功 好机会啊 但是他都没来得及起脚啊 最后只是一个球门球而已 双妹子 往上拿球 这球越位了吗 我还真没看出来 来人支援了 这是米的马 进球的机会 这球没进啊 守门人一次成功的扑球 解决了一次危机 姚伟 唐佳丽 用积极的铲球破坏了这球 攻入对方腹地了 单挑门将啊 千钧一发啊 网霜 他几乎是身处无人区啊 球迷们在起哄啊 让他们勇敢的起脚打门 还好这条承门被挡了一下 这是个反击的好机会啊 本来啊 是很有威胁的进攻 结果没保护好球 唐佳丽 裁判的手势很明显 有力进攻 比赛继续 利涅特 贝伦斯坦 米德玛的门 好门将啊 直接拿到了球 双方已经进行了65分钟的比赛 只剩下25分钟的比赛时间了 好机会 就算只有十个人啊 他们依然强大 依然不会轻易认输 已经颁平比分了 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 这个球传的实在是太到位了 直接穿越了对方方线 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地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 起脚什么 双方又打成了平局 真是难解难分啊 对手的攻势到此为止 开启高压防守 真是立竿见影 马上就把球抢回来 比赛时间20分钟倒计时开始 能把握住吗 谁能想到啊 他们在十人作战情况下 居然领先了 帽子细法 他今天这个状态 真是全红啊 球迷也跟着他 非常兴奋 又在大家以为 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 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 比赛的胜负啊 他的视野很开阔 来了个大范围转移 唐嘉丽 传给了王珊珊 都直接到了门将的手里 看起来拿得很轻松 实际上跟他的站位 有很大关系 利内特贝伦斯坦 杀到前场 打门很果断 他选择凌空周遮 门将及时做出了反应 上边有人在热身 看来要换人了 脚球开出来 是往前点给的 防守不错 在自己后场把球抢断了 他们比分还是落后 这次进攻会有收获吗 反得东克 扳平的机会啊 还是没能得分啊 比赛时间马上就到了 这搞不好 就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但是他们还是做过了 哎 教练准备派上他的替补队员了啊 姚伟 王珊珊 这球进了就稳了 好样的 这个进球提前终结了比赛的悬念 什么叫手术刀弯 精准的传球脚法 看看这脚球就知道了 实在是太到位了 最后打门选择了推射 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 目前的比分是4比2 吉尔罗尔德 交给了贝伦斯坦 格鲁奈 他们能抓住这次反击的机会吗 比赛场上风云变换 刚刚说这球很有希望 这就被对方打脸 接走了 亚基格鲁奈 交给了贝伦斯坦 对面完全拦不住他呀 还好 对我帮他亡羊补牢了 还要再补食两分钟 单刀球的机会 好的 这个球一进就领先三个球了 除非有奇迹 否则比赛结果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右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最后还修了一下脚法 推射将球打尽 比赛被改写成了5比2 比赛结束了 好